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美国评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动作明星 名列榜首 同时 成龙还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成龙 传统功夫电影是非继承的 现在功夫不够特效 成龙的生活经历是如此的辉煌 但是人们终究会变老 成龙的动作片有足够的心和力量 渴望传承下去 他在一次关于中国电影的采访中说 现在国内电影看起来很棒 票房已经固定了数十亿 只是就像中国的蓝二和红海行动一样 里面很热 但是世界上很冷 如今中国电影缺少自己的名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动作电影不再需要真正的努力 男演员和女演员在随意挥舞特效后很酷 他们不必像以前那样危险 今天的动作明星在圈子里 只有少数年轻演员 比如红金宝和李连杰 悬崖如此残酷 中国电影在世界上不再流行 今天的动作片真的很像成龙说的 中国传统功夫片没有新一代的继承 可惜国内很多电影只看到票房的流动 很多甚至演技都没有小肉精拍摄票房高的烂片 为什么 冒着功夫电影的风险 让一些导演和编辑制片人很少看事迹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电影的进步 虽然《红魔二号》和《红海》的行动有瑕疵 但他们却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态度 这两部电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国内关于这个话题的电影太少了 尽管《战狼2》和《红海》里的行动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很少很好 但不一定比国外同类优秀 在国外有太多优秀的电影 他们的爱国主义不会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产生共鸣 预计外国的反应将是平庸的 毕竟这两部电影和动作片并不严格意义上的一种 没有可比性 成龙拿这两部电影背地 说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没有影响力 中国功夫片到哪里去了 我又如何站在国际舞台上 事实上 中国电影要走出国门 首先必须消除政治偏见和隔阂 从全球共性和自身的特点入手 许多美国大片都喜欢为了拯救人类而和外星人战斗 因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异 在人和外星人之间的差异之前是很小的 而且美国处理其他国家类人的方式可以更好的被经验所取代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的国王巴乔巴里 是一部典型的印度歌舞片 它绚丽多彩 充满了印度传统色彩 但在我们看来 有很多演技 各种面部动作 以及许多拍摄技巧 功夫是中国的名片 它是中国特色的精巧细腻的展示 它可以被外国人理解和认识 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导演和制片人 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舞台 事实上